气氛庄严肃目 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新华门 大陆各地政府机关以及驻外使领馆 统统降半旗 送别前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早上7点 在西环的中联办举行下半期仪式 11月2号清晨7点多 北京八宝山军人公募道路沿线 和地铁站出口已经有大批特警 公安和便衣警察进驻 周边交通也早早进行管制 为了送别李克强 近期在队外举办活动 都被禁止穿戴红色衣物 连平常队外开放的公募大门 也需要拿复文等证明才能进入 告别式10点开始前 以思维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的黑头车 缓缓进入会场 国民报导 李克强告别式不止为安高规格 赠礼流程也完全按照2019年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过世的正国级规格 也就是国家级正职 是中共公务员体系中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 除了火化跟告别式地点 都在八宝山军人公募外 其他政治局常委都会到场送别 看看李克强的复文 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前次用字和嗜好 跟李鹏的版本一字不差 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以来 学历最高却离世最早的总理 在肃穆氛围中走下人身舞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